-不...不... 趁著近期自殺突襲隊 推出遊戲的第二季更新 還有一個射擊遊戲的影 我決定親自來試試看這款遊戲 到底是不是有大家說的那麼不堪 順便來拜見一下 那醜到不能再醜的正確強制性轉角色 極凍夫人 BRUH 記住一句話 正確有辦法讓普作變成一款糞作 而粉絲服務則會讓糞作賺錢 那如果一款服務型遊戲 你不但正確 同時還把粉絲當作白痴爽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的主角 就讓我們看看 今年讓WB虧了兩億元的遊戲 Sucide Squad Kill the Justice League 是如何被正確 還有糟糕的服務型規劃所毀 讓這個曾經備受戰略的Rocksteady團隊 面臨隨時可能被解散 任人喊打的遊戲界戰犯吧 這裡就要回到遊戲多災多難的開發歷程開始談起 《刺殺突襲隊》這款遊戲 其實早在2001年就有風聲流出 據說當初原本是由WB蒙特樓工作室負責 會是一款非常暴力血性的合作設置遊戲 只不過這個項目在2016年的《自殺突襲隊》電影 評價跟票房雙雙失利後 就被暫時擱置 經過了幾年 WB高層決定再給這個IP一次機會 不只是開始製作《DreamsGum》版本的電影 也將原先由蒙特樓工作室負責的項目 轉交給了剛結束阿卡漢系列 備受玩家愛戴的Rocksteady團隊 最終輾轉成為了我們所熟知的 《自殺突襲隊戰勝正義聯盟》這款遊戲 接著把時間拉回去一點 在這款遊戲正式推出之前 由蒙特樓工作室開發 同樣身為服務型遊戲的高譚騎士 成了第一個服務型遊戲的犧牲品 雖然這款遊戲在戰鬥機制 還有玩法上大量繼承了阿卡漢系列的系統 卻在所有面向都不如他所站的肩膀 不只是劇情 連最核心的戰鬥系統都受到了玩家詬病 那些失望的玩家 只好都把希望寄託在《自殺突襲隊》 想說忍一下 大的馬上就來了 結果這個大的小的跟奈米一樣 《自殺突襲隊》公開遊玩影片的那一瞬間 就像是幫這款遊戲宣布了四星 眾多玩家質疑 為什麼這些角色會拿槍 為什麼預告上的任務內容看起來沒有任何特色 為什麼必須全程連線 為什麼遊戲是服務型遊戲 還有別忘了最重要的 為什麼這些角色會拿槍 槍啊 槍啊 或許是看到了這麼負面的迴響 遊戲緊急被延期了一整年 發售後也不負眾望的幫WB虧損了兩億美元 Steam最高同上人數連一萬五都不到 這麼重量級的失敗 卻穿出當初內部測試中 WB的高層非常看好這款遊戲的未來 可見這些高層真的完全不懂玩家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那這款遊戲實際體驗下來真的有那麼不堪嗎 那為什麼Steam首發的時候 評價還有辦法一度落在好評區段呢 這就是一段非常令人難過的事實了 如果這款遊戲真的沒有任何亮點 爛到不可思議 我可能心裡還不會這麼複雜 但事實就不是如此 如果只看它的核心的話 它其實... I hate that man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對 也沒有聽錯 至少在開頭還是如此 在最核心的射擊玩法上 自大突擊隊絕對是上層中的上層 要如何設計出四位移動方式完全不一樣 同時兼顧高度機動性 以及動能控制的複雜移動系統 同時還要能與射擊遊戲玩法做搭配 讓玩家能及時的在空中周旋瞄準 這項任務 Rocksteady做到了 就連我非常喜歡的太空忍者Warframe 都沒有比他的手感很優秀 然而很可惜的是 即使擁有如此優秀的核心 他也沒有辦法逃離 他被一整坨超級餓的臭大便包裹的遺憾 核心玩法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堪比免洗的關卡目標 還能充滿視覺垃圾的UI設計 模式上 遊戲從開頭到結尾就是同樣的3-5種任務不斷的重複 種類甚至比免洗免費超短線的Nexon繼承者還少 每次完成一小關 還要看一段超長不能跳過 又很老人的結算畫面 就算戰鬥本身好玩 同樣的東西一直重複當然也會膩 而Rocksteady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居然不是加法 而是老人的減法 許多任務會限定敵人只能受到特地屬性 或是種類的傷害 這種限縮玩家戰鬥選擇 鼓勵使用更單純更無聊的方式 完成遊戲關卡的設計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溝通 到底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自己打自己 徹底的浪費掉原先設計好的優秀戰鬥系統呢 再來 玩家的戰鬥中會不斷被沉堆的例子 蒐集圖示 技能效果等等雜亂無臟的UI色彩洗淋 這個設計的干擾程度 已經到了連一眼判定敵人的位置都有困難 這時Cloud那遊戲超高的機動性 反而讓大多數的戰鬥時間都變成在按掃描尋找敵人 導致整個戰鬥節奏完全停滯 對於整體遊玩的體驗相當扣分 再來提到遊戲的劇情 不少玩家指出這款遊戲充斥著正確思想 同時也非常不尊重同世界觀的阿卡和系列作品 我自己認為這點並不是那麼黑與白 在正確和玩家間的嫌隙越演越大的現在 所有遊戲都會被徹徹底底的放大解釋 其實只有稍微一點點的正確觀點 玩家都會感覺到反感 而自殺突擊隊戰勝的正義檸檬 雖然沒有像近期BOSS的Conquer 如此無恥的帶入正確觀點 但我在遊玩過程中也的確發現一些 明顯是為了正確而調整的詭異演出 先談談我喜歡的部分 遊戲的前半部分其實非常有趣 身為自私到不行的惡混四人組 其實爛人們的價值觀和傳統完全不同 甚至自己就蠻喜歡 團隊跟神力女超人之間 有如平行線之間的對話 還有遵守指示 一有機會就想嘗試反叛的惡劣行為 絕對能讓玩怪英雄遊戲的玩家 感受到滿滿的驚喜 讓玩家能站在對立的角度 重新審視這些如神一般的DC怪物級英雄 很可惜 遊戲的開發時程很明顯的太過冗長 同時也太短 在閃電俠後 遊戲毫無鋪陳的開始一個接一個的 快速解決掉剩下的正義聯盟 不只是BOSS戰設計得非常平庸 即把他們的動畫也散發出還沒做完的廉價感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成就 每次打完都只有 蛤?這樣就玩了嗎?感覺 也難怪遊戲在處決蝙蝠俠這段劇情 會受到這麼大的反彈 畢竟遊戲可是和阿卡漢系列 處在相同的世界觀 玩了多年的那位黑暗騎士 就這樣一槍沒了 間接的也讓玩家產生這款遊戲 正在處決Rocksteady過去作品的想法 也讓這個擦場任務的結尾 成為阿卡漢蝙蝠俠配音員Kevin的最終演出 現場形成為Gintern Gintern - Hey,shin' you all been there? 過我想大多數玩家最不能接受的 還是處決蝙蝠俠的居然是Holly Queen 這裡就必須帶來遊戲中 為數不多但非常刻意的正確巧段 先說我並不反對正確 我反感甚至是強塞在玩家臉上 還有沒有原則的正確 而自殺圖戲隊雖然輕微 但這兩個問題他都有 這款遊戲好像生怕玩家不知道 Holly Queen在這款遊戲有多厲害 不少橋段都刻意的強調 她已經成長為一位強大的獨立女性 不但特別演出一段 她唾棄她之前衣服的小劇場 還把本應該是依託對象的白男人小丑 當作垃圾一般看待 好笑的是 明明劇情上這樣演出 但遊戲卻把小丑 還有Holly Queen的經典造型 放在遊戲商城的首頁上 不只是遊戲性往自己腦袋打一槍 雖然連想要正確 遊戲也要自打嘴巴 真的是有夠諷刺 接著再談一下遊戲 那可悲至極的服務型內容 再幫這具屍體補上個兩三槍 為了這個遊戲必須要全程聯網 不過光是玩個劇情 就斷線了五六次以上 這樣的服務型遊戲到底服務到誰了 再來新賽季加入的內容 除了場景有稍微微調以外 任務內容依然是毫無新意 主打的角色和前作相比 也毫不吸引人 新的小丑沒有過去的詭訣與險惡 取代之的是不是尷尬幽默 而第二季相信玩家都知道了 到底有誰會想要買 激動夫人這個阿嬤的造型 玩Concret的那兩千人嗎 影片的最後就來做一個總結 自殺突擊隊其實是一個警示 告訴開發者 玩家才是遊戲中最重要的角色 一款沒有人想玩的遊戲 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 一心想要教育粉絲 還想在同時加入各種惡質商法 想要利益最大化 那這款遊戲的下賞就是下一個自殺突擊隊 而對於玩家們最重要的就是 擦亮自己的眼睛 支持那些真心為玩家著想的作品 並且杜絕這些電子垃圾 那這次有關自殺突擊隊 戰勝陣營你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FB粉絲還有IG頁面喔 除了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 我們會見到大家